如果不适合当苗铺里的花去装点城市 那么到草原上做一棵自己自足自由自在的小草也很不错呀 关于人生的主线是什么 我的阿乐泰好像给出了很好的回答 我们到这个人世间来走一遭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就像李文秀 他明明向往着大城市的生活 希望自己能够成为知名作家 可是偏偏呢又什么都做不好 用妈妈的话说 他在外面就是一个怂包 直到他回到大草原 让写作自然的流动在生活中 流动在草原上 他这个人才突然有了灵气起来 你看看这草原上的树啊草啊 有人吃有人用便叫有用 要是没有人用 他就这么待在草原上也很好嘛 我好像突然被点醒了 随着各地旅游业的苏醒 文旅家影视作品的组合频频出圈 缓慢的生活流和治愈的风景以及人生体验 是这类文旅剧最吸引人的地方 去年去有风的地方就带火了云南旅游 而就在这几天 有两部文旅相关的电视剧也相继播出 一部就是我的阿乐泰 另一部则是与景德镇相关的叫另一种蓝 不能看出编剧在展现优美风景的同时 对人生和工作也给出了另外一种解法 而我尤其喜欢这部我的阿乐泰 我的阿乐泰是李娟创作的散文集 首次出版于2010年的7月 这部作品记录了作者在新疆北部阿乐泰地区 生活的点点滴滴 包括人与世的记忆和感悟 整部电视剧充满了诗意化的画面 和充满哲思的语言以及思考 而刚刚提到的草原上的妈妈 在坚韧谋生四处辗转的过程当中 也练就了豁达的人生态度 你生来就是被用的嘛 对啊 很多人也许一生都在忙忙碌碌地生活着 但人生来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我们人生的主线 不是为了自己的人生体验嘛 但我发现现实中很多人他是反着来的 为了能够过上好的生活 所以从小要卷教育 失去了小孩 在当下阶段观察体验自然 游戏探索世界的很多乐趣 然后呢 我们就一路成长为成绩较好的学生 尽职尽责的好员工 以及尽职尽责的父母 最后成为了一个对家庭 对社会都没有负担的老人 仿佛这样就已经人生圆满了 但我却突然惊醒 我们怎么成为了别人世界里的合格的NPC 但却不是自己世界的自由自在的开发者呢 很多人急着证明自己是有用的 因为有用才会被人喜欢才会有生存价值嘛 而这位妈妈说 你管它有什么用 人生又不是为了有用 就像这草原上的花花草草 它们自由自在的生长着就很好了 我希望这句话也能治愈着每一个正在焦虑当下和焦虑未来的你